好那我請教明杰 中國內部的政治跟經濟 還在變動的同時 美軍接二連三不斷的秀肌肉 特別是這一個逆中的B2轟炸機 事實上是可以攜帶核武的 對我們看到美國持續在加碼 針對這一個中國對台的 這個圍台軍演 其實動作一步一步的出招 那除了這試射所謂的 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可以攜帶核彈頭的義勇兵三型之外 我們看到美國媒體現在也曝光 剛剛說美軍一口氣在印太地區 部署多達6架的B2A逆中轟炸機 那現在的相關訊息顯示 先前曝光的是有4架B2A部署到澳洲 另外兩架剛剛畫面中看到 應該就是前進部署到阿拉斯加 那基本上B2A轟炸機 雖然部署在遠在阿拉斯加跟澳洲 跟台有什麼關係 基本上他透過KC135的加油機直接 其實就可以非常迅速的 前進部署到整個台海周邊地區 那這型B2A的逆中轟炸機 大家都知道他造價非常的貴 那一架20億美金 將近台幣600億 那美國因為太昂貴 所以前後只打造了21架 那一般來講戰備來說 21架如果妥善率用6成來說 那基本上就是有12架 是在戰備的一個情況之下 中間等於有一半就部署到這個印太地區 那針對台海的情勢在做因應 那B2A轟炸機 他除了這個造價貴之外 其實他的維持成本跟飛行成本 也非常的貴 一個小時要到17萬美元 等於飛一個小時要500萬的台幣 所以一口氣 動用了6架 等於說飛一個小時6架來講 就要3000萬台幣 所以這個是非常耗費 等於說軍費的一個動作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當然最強的是 第一個他逆中 逆中對這個解放軍來講 要發現這樣的逆中轟炸機 又非常困難 他的雷達截面機 RCS只有0.3平方公尺 那等於說非常的難增獲 除此之外 你不要看這樣小小的三角翼的 這一個佈局 他等於說內部的這一個彈倉 其實可以搭載 多達23噸的個型的彈藥 包含像 JASM JASSM HM158A型或B型 遠程的逆中飛彈 大概可以搭載16枚 同時像是JSOW 或者是JDAM 這些彈藥 都可以 這個大規模的 等於說 這透過他來進行投資 更重要的 他背後當然也有核武的一個 戰略威責的意味 因為必要的時候 他也可以攜帶16枚 中間透過他內部的旋轉彈倉 那加掛這個B6112 這種戰術核武 所以這一型的轟炸機 頻頻出現在西太平洋 對於解放軍來講 當然背後 核武展示的味道 是非常濃厚 等於搭配他一泳兵三型 這種ICBM周期 彈道飛彈核武 來同時 對中國進行威責 警告他不要在台海輕舉妄動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看到 這兩天 其實美軍直接對外秀肌肉 是很重要 就曝光了照片 他跟澳洲的空軍 在進行聯合軍演 那一張照片上面看到 中間兩架 前後的B2A轟炸機之外 周邊有四架澳洲的 我們這張照片可以看到 有這一個澳洲FA18的 這一個大黃蜂戰機 在護航 前面有一架也非常特殊 叫E7A的這個預警機 E7A預警機 基本上是目前最新的預警機 連美軍都還沒有換裝 目前只有這一個澳洲 土耳其南韓先採購 那這一型的預警機 我們看他機背跟過去 這一個美軍 譬如說E3預警機 機背背的一個大型的 這個碟型的 這個雷達不太一樣 那他是屬於這個機背 直接垂直的這個 AESA雷達 那偵測系統的 偵測能力更遠 可以多遠達四百公里之外 最重要 他不容易被敵方發現 特別是他空中的阻力 也會相對來講比較低 所以這一次用這樣的 一個聯合軍演 而且特別標示說 就在太平洋的上空進行巡弋 所以背後動作 當然就是見指中國的味道 非常的濃厚 那當然除了這空中的兵力之外 其實還有包含海上兵力 其實剛剛談到 這一連串的這個美軍 都在外圍看似沒有動作 其實實質全力在警戒 那包含除了曝光的這個雷根號 或者是迪利波利號 兩棋突擊艦這些之外 其實最近第七艦隊的指揮官 直接出來講到說 這一個航母打擊群 最重要的當然任務 就是維護國際航道的 一個開放跟暢通 那除此之外 針對解放軍近期 在空中非常多的一個危險行為 也是未來可能 美軍航母主要的一個 因應的一個任務 那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 雷根號對外 其實直接曝光 他在進行所謂的戰備的時候 其實還在測試 他的進破防禦系統 包含像CiWS Mark-15這種 所謂的方針快炮之外 還有像這一個 25G炮 這個目的是什麼 其實基本上 空中的飛行器 要能夠進入航母本身來講 其實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一個 多層的護衛 空中來講 FS-8大黃蜂 一定是在前沿進行空中的徵詢 如果有這一個戰機 逼近的情況之下 空對空的飛彈 隨即會把它擊落 那更不要講海上 他周邊的護衛艦 不管 伯克級提康德羅加級上面 配備的標準二型飛彈 也會對他進行攔截 不過還是不敢小規 主要是擔心說 譬如說 這一個反艦巡迷飛彈 或者是無人機 穿破這些所謂的 多層防禦之後 可能進逼到 這一個航母本身來講 他就會動用 他的進破防禦系統 對他進行攔截 那除了雷根號之外 其實這幾天 連最新的福特級 也在測試 這所謂的進破防禦系統 所以上面 在這個進行 針對無人機打擊 甚至還動用他的公洋飛彈 同樣是進程防空的一個飛彈 在進行所謂的模擬攔截 那福特級 我們看到先前 經過三次的全艦衝擊測試 那現在完成 這一個進空防禦的 一個測試之後 今年秋天即將要服役 那等於也會部署 目前雖然可能是在 這一個大西洋 不過非常有可能 會調派到這個第三艦隊 去應整個在西太平洋的 整個情勢的相關威脅 好 我們稍後回來